来看到有位37岁的伙伴陈俊佳 因为喜欢小酌 加上年纪增长 让他的这个啤酒度很明显哦 后来呢 报名参加了扭吹来曲线管理竞赛 饮食方面提高蛋白质摄取量 戒掉了淀粉类的食物 再搭配核心运动及打球 才短短8周的时间 体质就从原本的23.1% 降到了18.2% 体重也从这个74.6公斤 降到了67.9公斤 成功华丽变身跟啤酒度 说拜拜咯 双手插着口袋 拍起照来假释十足 37岁的陈俊佳 穿着和声衬衫牛仔裤 一副型男模样 在镜头前充满自信 更显出他的男性魅力 但你能想象两个月前的他 体态可不是这么完美的 看看两个月前 陈俊佳肚子上的坠肉 整个快溢出裤头 肚子还蛮明显 非常明显 对就是你弯腰 我可能都会感觉到他的存在 为了甩掉这厚重的负担 于是陈俊佳下定决心参加 扭吹来曲线管理挑战赛 开始改变饮食及重试运动 短短8周 体重就从原本的74.6公斤 降到了67.9公斤 体脂也从原本的23.1% 减到了18.2% 整整下降了5% 不用油 培根其实还蛮肥的 它待会 待会就会油出来 想打造完美身材 首先先有简单的饮食调整做起 陈俊佳多吃蛋及肉类 增加蛋白质 减少淀粉量的摄取 还有每天喝水 3000cc再搭配XX饮料 其实我喝的时候 我会再把它吸食更新 然后再搭配一些 蛋白质类的食物 想要雕塑曲线运动也不可少 陈俊佳除了偶尔会到公园篮球场打球外 也会在家做棒式及核心运动 来雕塑腹部曲线 但现在瘦身有成的陈俊佳 曾在减重的路上也遇过挫折 我这次觉得团队一起做蛮好的 就像鼓励啊 对 当有团队力量的时候 其实会比较容易可以跨过这个 这个所谓停滞期的门槛 伙伴的鼓励加上自身的坚持 让他成功跨过体重停滞期 开心告别肥厚的啤酒肚 摇身一变成为城市最美的风景线 案例新闻 朱鸿瑜 林柏原 苗栗报导